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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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大部分的人都不會對牠抱有好感 但要是蚊子從世界上消失 會發生什麼事? 蚊子的品種在全世界已只有3500種以上 牠們每秒翅膀可以震動600下左右 平時我們聽到蚊子的嗡嗡聲 就是蚊子排翅膀的聲音 早在1.7億年前的侏羅記 蚊子就已經出現 有看過《侏羅記公園的人》 厘頭有一段劇情就是科學家使用一隻被保存在湖泊中 吸過恐龍血的巨大蚊子 提取牠們身上的恐龍DNA來創造出恐龍 然而電影中被保存在湖泊中的巨大蚊子 是一隻不會吸血的象蚊 也是該時代唯一一種不會吸血的蚊子 導演史蒂芬史批薄可能也是為了拍攝方便 才使用提形較大的象蚊作為電影素材 至於能不能以這種方式製作出恐龍 目前科學家也表示是不行的 但科學家也表示不代表未來也不行 除了象蚊這種大蚊子不會吸血外 熊蚊子基本上也是不會吸血的 一般在家丁人傳播細菌寄生蟲的都是雌蚊子 而且估計每年都有約7億人被蚊子傳染各種疾病 然後百萬人因此喪命 至於熊蚊子主要是吸食花蜜或是植物業為生 它們還能替植物傳播花粉 為植物的繁殖盡一份心力 還有很多生物還是以蚊子作為主食 所以蚊子也是由它存在的價值 也有科學家做過假設 要是蚊子從世界上消失可能會影響植物獸粉 以蚊子作為主食的生物也可能會受到影響的大幅度減少 至於細菌寄生蟲等問題當然也能獲得解決 當然缺少蚊子獸粉 還是有其他昆蟲跟方法可以取代 以蚊子作為主食的生物也能靠著改變飲食繼續存活 不變的是確實能減少因蚊子而被傳染的各種疾病 但這一切也都是假設 所以科學家們也持兩派的看法 美國蚊蟲防控協會的蚊蟲學家 喬伊·康倫也表示 假設將來我們成功消滅蚊子 那些有他們活躍的生態系統 大概只會打一個小格 然後繼續無視發生過的生存 蚊子留下來的空檔 自有他人會替補 但繼任者會是更好還是更糟 這就沒人知道了 至於各位觀眾 又是怎麼想的呢? 件事 喬伊·康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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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